大家好,我是冲神,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来到澳门疫情爆发的第39天,7月27日 之前38天都有做影片跟大家报道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今轮疫情6月18日开始 阳性个案今天仍然是1816例,没有新增了 都在这里恭喜澳门,今天无论是管控和社区都是零新增 是一张很美的成绩表 今天当局也宣布,如果情况理想的话 延长巩固期三天到8月2日凌晨 一切安好的话就会进入稳定期 持续时间就要看疫情发展而定 其实都合理的 7月30日和31日有全民核酸 1日出结果就知道了8月的情况 在稳定期间,需不需要做全民核酸 就视乎有没有新增的个案 当局不排除要做大规模核酸的需要 也会逐步放宽,配戴口罩的要求 在稳定期内将会开放餐厅的堂食 但会限制人数和要求出示核酸采养的结果 补习社或持续进修等顾客长时间会逗留的场所 就要提供48小时的核酸证明了 快检会维持一段长时间 政府会持续提供快检包 重点人群依然要维持高频次的检测 工作人群的检测 就能由两日一检,放宽到三日一检 提醒一下下,稳定期进入特定场所的核检证明 是不可用抗原结果来代替的 警方也表示 一直就通关的情况和珠海保持紧密的沟通 有消息会进一步公布 今天本来都有市民投稿 亦是关于记者的问题 市民都猜不到在正式清零之后 记者会仍然出现这样的问题 问到没什么问 连检测机构的中英文名都问了 为免掃兴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跟大家分享一则国际的新闻 澳洲新冠患者的住院人数 已经连续第二天创新高 新冠变异毒株,导致疫情席卷全国 星期二的死亡人数更加高达100人 是刚刚少过上星期六的纪录102人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 超过8%的卫生部门员工 大约有1万人因病而请假 疫情亦给了医院和养老院严重压力 你想想 8%的医护请病假 医疗系统就接近爆煲了 港澳地区的医护人员和床位到底够不够? 澳洲人口密度这么低 传播率都可以这么高 如果港澳在完全放任传播的情况下 又受不了呢? 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当局 要关注出院的标准 以免一些可能复养的状况出现 以及康复的感染者他们的免检期 因为之前也有数据指出过 60天的免检实太长了 今天是疫情第39天 第一天感染的人可能已经康复出院 还已经进入免检期 在这里提醒当局小心前功尽废 每一次影片我都同一个希望 希望今次是我关于澳门疫情最后一天的报导 多谢大家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下去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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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